11月19日,京东集团纳斯达克股票代码GD发布了2018年第三季度业绩,其中,京东集团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趋势经营业务减利润为30亿元人民币约4亿美元,去年同期为10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200%创单纪新高。 在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的NDAAP,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趋势经营业务减利润为12亿元人民币约2亿美元,在趋势高研发投入下,实现了连续是个季度能盈利。 作为京东集团核心业务的京东商城经营利润率达到2.2%,与历史单纪最高盈利水平基本时平。 第三季度,京东集团GMV同比快速增长30%,达到3948亿元。 其中,第三方平台GMV同比大幅增长40%,净收入1048亿元人民币约153亿美元,同比增长25.1%。 第三季度,净服务收入为109亿元人民币,约1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9.4%。 第三季度,京东继续提升在中国电商领域的物流网络优势。 截至2018年9月30日,京东在全国运营超过550个大型仓库,总面积累为1190万平方米。 截至2018年9月30日,京东过去12个月的活跃用户数为3.0521,去年同期年度活跃用户数为2.663亿。 9月,京东Plus已经拥有了超过1000万的在级会员,这是中国电商行业最大规模的付费会员数。 截至2018年9月30日,京东第三方平台,共有约20万个签约商家。 我们很高兴看到第三季度业绩表现强劲,核心业务京东商城在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的带领下保持持续续增长。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先生表示,京东承诺提供便捷可靠的服务和高品质正品行货。 这为我们持续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忠诚用户,零售及服务战略为广大的合作伙伴提供创新的零售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也得获得的越来越多的青睐。 技术研发投入当期同比高速增长96%,前三季度远超去年全年,京东将提升拥护体验作为战略重点,推动各线业务的强劲表现。 京东集团首席财务官黄轩德先生表示,我们的投资将聚焦与核心技术领域,同时在未来几个季度将专注于越营的优化,进一步实现规模效益。 第三季度,技术研发投入了34.5亿元,但却同比高速增长96%,今年前三季度京东集团技术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了86.4亿元,远超去年全年的66.5亿元。 京东集团核心业务京东上成的出色业绩,为技术研发长期高投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零售业务规模和品类的增长,精细化运营的深入,京东在供应链上的规模效应和管理效率的优势正在逐步凸显。 过去三年间,京东商城的经营利润率,从2015年的0.1%,提升到2018年第三季度的2.2%,京东商城经营利润率的逐年提升。 研发的加速投入,意味着京东集团机场并律行的有质量的增长,已经在可盈利、可持续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京东集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技术研发,以及智能末流、智能供应链、售后服务等应用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京东的开放人工智能平台约可通过图像审核、情感分析、预议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接口,支持各项应用建物。 在今年京东11月11日全球豪务节期间,基于约可平台的情感分析能力,京东智能客服为消费者提供了超过1630万次服务。 其中90%的问题都能由智能客服独立解决。 其日军接待量较今年618期间,增长了72%。 京东自主研发的区块链服务平台,赤真链,这一介入超过500家国内外TOP品牌商,超过3.5万个Fgoo12一条溯源少链数据,检验过的京东区块链技术和应用。 正式全面开放,面向零售店运营的全链路数据平台,组充之,有效帮助去美京东之间日军销售额提升53%,客户整体电量比以往高出30%至35%,通过大数据全品引入了3000多种商品。 到时间内已经有超过80%产生了销售。 无业零售生态联盟效应凸显开放平台成为增长新引擎,规模的快速增长,使得京东集团的行业地位大幅提升。 7月,京东集团连续第三年入选财富世界500长牌行榜,位列第181位,较去年大幅提升了80位。 在共同入榜的全球六大互联网公司当中高居第三,仅次于亚马逊和虎哥母公司Alphabet,不断跃升的行业地位,使得京东正在成为国际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平台。 第三季度,欧书丹,House,99和贺颜东伪装品牌,以及菲拉格木,Voli等时尚品牌,开设了京东官方旗舰店。 除此之外,Jong,Doliano,Pushalote上下,以及其他主要国际品牌,也入住了京东旗下奢侈品官方旗舰店品牌,TopLife。 9月4日,京东集团与如意控股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既下男装品牌Tinshawks,Kent Curl,Tradu 1881和The Urban集体入驻京东主战,并开设官方旗舰店。 在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以京东集团为主企直接签计并采购近1000亿元进口品牌商品。 不但跃升的行业地位,使得京东集团打造的无解零售生态联盟效应凸显。 一方面,大量签约商家带来丰富的商品,和增长迅速的广告收入。 另一方面,一批创新无解零售案例加速落地。 7月,京东集团与沃尔玛将三通战略升级至2.0。 8,借助于京东集团、京东到家的消费数据。 结合沃尔玛的供应链能力,推出了零售商超行业的首个仓配一体化沃尔玛云仓。 8月,达达京东到家正式宣布,已完成最新一轮5亿美元融资。 投资方分别为沃尔玛和京东此次增持,既标志着对其无解零售实践成效的充分认可, 也是三方倾以不合力探索无解零售的风向标。 9月,京东集团7Fresh生鲜超市与保利、大跃城、万克等16家全国知名地产商共建无解零售智能商业地产, 预计3-5年内快速开店1000家。 9月,集合沃尔玛、社交、服务四大生态的去美京东之家被五环旗舰店正式开店, 双方在无解零售上创造整个供应链和数据化门店运营。 在此前驱美模式的基础上升级为驱美Plus模式, 京东集团CMO兼京东商城轮值CEO徐雷先生认为, 随着新型、数字化的零售基础设施,不断开发跟合作伙伴, 并与之建议合作,无解零售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大量的品牌入驻和前驭商家,使得开放平台正在成为增长新引擎。 零售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有质量的增长,满足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9月10日,京东集团在东南亚地区最先进, 最完整的智能仓储物流中心在泰国正式建成。 这也是京东物流搭建全球供应链基础网络的重要一步, 而在京东11月11日全球好物节期间, 京东物流的第一架全货机,也成功完成首行。 京东物流自此进入全货机时代, 零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使得京东集团能够更好地顺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 不断丰富消费升级的内涵, 从而已有质量的增长,满足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在刚刚过去的2018京东11月11日全球好物节上, 累计下单薪额达1598亿元, 再次创造新的记录。 这其中,65英寸, 电视只用了10秒就卖出了上万台, 智能大平冰箱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5倍。 京东大快销事业全卖出超似一件商品, 全球购品类拼购销售额是去年同期102倍。 含量的订单不但映射出饱满的消费热情, 以及鲜明的高质量消费趋势。 同时, 也是京东物流全球智能供应链基础网络电设的大阅兵。 京东11月11日全球好物节期间, 京东物流启用不同层级, 有50多个无人仓库, 组成了全国最大规模机器人仓群, 投入使用15座大型智能化物流中心, 亚洲一号, 11月11日亚洲一号单体仓货制处理订单量突破70万单, 创行业最高, 加之智慧系统, 数字供应链的协同优化, 持续提升订单处理效率。 京东物流舱配一体服务订单中约90%, 实现了当日达和侧日达。 这其中不仅包含了爆发式增长的京东商商商自营订单, 还有大量使用京东物流舱配一体服务的商家订单, 高质量消费一方面是满足高收入人群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通过零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满足更多地区, 更多层次的消费人群, 获得具有价廉的商品和服务, 例如京东拼购始终坚持低下不低质的定位, 依同京东集团强大的平开开销体系和成熟的品质监挂体系, 通过工厂之公交搭配特卖的双重模式确保品质, 减少中间环节, 打造价格优势, 推动渠道下沉, 数据显示, 8月, 通过京东评购, 带来的京东新用户, 数量较一跃增长14倍, 占该月京东全渠道新用户数量的28%, 与此同时, 京东积极拓展线下渠道, 让更多地区, 更多层次的消费人群, 体验到高质量消费的魅力, 9月, 位于新疆和内蒙古的14家京东专卖店同时开业, 目前, 京东之家和京东专卖店, 在全国间店数量, 已经突破1800家, 京东集团还借助零售基础设施的优势, 帮助全国832个贫困线的超300万种商品打通产销需求, 同时以品牌化为核心, 以品牌来提升商品溢价, 创新性的伊林产业扶贫工作进入3.0时代,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